我們在上班,一天,我就是說上次要完修 但比較沒有時間的話,要看幾天修一堂 一般來講修復法,你就也可以請 所以一般的復法,最重要的復法 就是土地公園是復法 你有土地給你永戰,土地神給你永戰 他也是復法 有四方的土地公園幫你 你在這個好像是說人際之間的關係 跟你上班的地方,跟你的家庭 都會得到平安,包括你的身體 那我上班的時間,那個地方有那個安居之後 那我可以親那邊念念中 可以,你念安土地真言 其實有時候念安土地真言 就是在供養土地公 那麼你在拿供品去供他 他也會變成你的復法 謝謝師父 因為你跟土地公相應比較容易 跟這些金剛神,這相應比較難 那可不可以招來清楚 蛤? 可以招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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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這些有錢人 並不是說他很偉大 有什麼佛菩薩在他的身邊 並不是 也不是有什麼金剛父母在他身邊 在他身邊的不過是十幾個土地公而已 我看一些有錢人 並不是說他很了不起或怎麼樣 只是他只是一般的福福 福神在幫忙做而已 所以他如果做生意的話 那個福神只要到了 那些客人走到他門口都會自動擺進去 他人走到那裡 他手的牛在裡面 他在裡面做一個生理 人家可以從他的店口過 他就給他牛在裡面 他的生理特別好 這只是土地公而已 所以的生意特別好 賺錢特別多 所以那個簽約會特別多 那個訂單會特別多 都是這個原因而已 只是土地公而已 看一下 那個土地公也是要供養的嗎 要供養 要供養 或是他前世 他是一個救星人 他常常念安土地爭議 念到最後呢 他會變成富豪的 因為所有的土地公都會幫他 他家人 對他家人 都會想和你 他會想和你